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到了第二節向左網的時間 陳毛信箱其實有一封信 陳毛跟著會讀出的 這位又是吳先生 多謝他關照 他說 陳毛先生及黃博士 你們好 我相信你們會在節目內評論 曾特首 請余若薇來電視辯論 我個人對此有以下看法 曾特首只有一個方案 只能選擇接受或反對 若他強行提出另一個方案 中央必定操控那班 可被操控的立法會議員來否決 這個電視辯論的結果 是由香港人透過民調來決定的 結果是大部分香港人認為 余若薇的表現較好 所以 泛民必須否決這個方案 曾蔭權這一著 是為歷史作一個交代 就是無論得出任何結果 他都以盡了力為香港人爭取民主 若中央看導香港市民的反應 而對方案作出讓步 曾特首固然應記一功 即使中央不讓步 否決的後果 只有市民來承擔 這張做法與聖經的比拉多 差不多 他在眾人面前洗手 表明自己與殺耶穌無關 謝謝吳先生 徐某 剛才 在第一次或之前也說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民主黨已經很盡力 已經爭取到 在這麼有限空間爭取到最好的一個方案 叫民主黨方案 又或者其實吳先生所說 就是說其實曾特首已經盡力了 他已經得益一套方案 他都願意上電視那裏做變 雷明知其實實力都完說 究竟其實所謂盡力是不是真的盡力呢 究竟我們說盡力是不是 你有做到的事就叫盡力呢 所以這件事 我想從這一節來說 大家都可以聽一聽 我舉一個歷史的例子 在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時候 當時布拉格之春的其中一共產黨領導人 是杜布茲特 他是提倡這個 這個所謂有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 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 當時布拉格之春夫覺得 如果繼續這樣是不行的 就用華沙集團軍 華沙公約集團國的軍隊開進去 以蘇軍為主 就冰臨城下 那麼捷克的共產黨就抵抗 但是沒有辦法抵抗 所以就是華和平抵抗的 今天大家在布拉格最大的廣場 都看到一個很小的紀念碑 不是好像我們中國這樣 我想響慢聲的 那個紀念碑就是說有一位 切克的學生是自焚 在鏡頭面前自焚 去抗議蘇軍入侵 我說的不是那位學生 但是大家去到都可能看到 杜布茲特是被召了為獲試科 這個捷克在一間工廠裡面開了會 就是說現在不能抵抗 我們沒有辦法抵抗 我們和平抵抗 杜布茲特去到的時候 他不肯投降 所以他被貶為這個大使 再貶為這個圓丁 到了1989年蘇東波的時候 他再出來做一個很短暫的副總統 這位老人家很得人的尊敬 杜布茲特都可以盡了能力 去出賣紙黑人 所以其實有結果很簡單 如果一個人做完那樣東西的時候 對方對他恩寵有加 那他失去了什麼呢 如果對方不覺得 他的樣步是對自己有利的 又怎麼會對他這麼好呢 你看一下最近這個民主黨 各頭面人物 給這個左派的報刊 和這個左派的保皇黨 對他稱譽有加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或者酸噁噁噁的味道 這是第一個的方法 杜布茲特 他甘心於做一個領事再被貶為一個圓丁 雖然現在不用死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就是說 他真的要付出的 第二是兵臨城下 是華沙公約集團國的軍隊開進去了 不能一戰 你可以說他不戰 但是他沒有失去戰 是不是 這個這樣的精神也鼓勵了 在這個九年之後的七七憲章 當這個美國決定打人權話交牌的時候 這個蘇聯和他玩 所以就催生了 趁這個這樣的扎縫 有了七七憲章 如果杜布茲特是投降 整個捷克的頭面人物都投降 拖面至江 向這個莫斯科請罪 說自己不對 或者好像現在民主黨那樣 為人家背書 覺得蘇共進來都是沒有辦法的 為了社會主義大家庭 主權有限是對的 在社會主義之下 是沒有主權的一個獨立國家 誰有七七憲章 有都難一點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一次這樣的妥協 這個民主黨經常說妥協 那你是不是冰臨盛下呢 是不是不敢妥協的時候 去抓了那幫民主派呢 是不是說不敢的時候 這個大陸會實施二十三條呢 即時三途通過二十三條呢 是不是不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香港的民主運動會租走 有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呢 沒有 那要用來做什麼呢 城下之盟 是因為兵臨城下的 我現在問民主黨諸公 兵臨城下那些兵在哪裡 只不過是共產黨恐嚇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果你要負責任啊 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呢 你負責任你下屆輸選舉 不關我事啊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樣暴亂你要負責啊 第三如果有這樣的暴亂之後 我收緊香港的政策 你要負責為這樣就叫兵臨城下 那要處理些什麼呢 是不是啊 處理些什麼呢 如果這樣說得對的時候 當日吳亦海當然是罪人來啦 這個李鵬書磚降季 去到人民大會堂 見你那個什麼吳亦開稀 你一開始跟他吵架 吵人之後不歡而散 然後才決定戒嚴嘛 吳亦海當然是罪人來啦 當日如果施懦懷就免了這個六四的血洗啦 是不是啊 要將文光這麼聰明才智 是不是 如果這樣的時候 劉千石對啦 劉千石已經嗅到一股味啦 所以04年那時候說回 現在民主黨講同一的東西 共產黨不想香港壞的 第一 第二 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是現實來的了 是不是 共產黨在中國得人心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事的時候 現在要摒棄以前的東西 不要做以前 不要做我們以前 令到共產黨不喜歡的東西 說笑幾句 結錯黨專政 是不是 跟他大和解 那個 劉千石真是死得可憐 我真是想為他平反 是不是 現在有什麼兵臨性 當然我們罵阿錫都說 怎麼兵臨性 如果他們用他們的說法 就是我很生氣 如果他們用他們的說法要談判 為什麼不在03年談判呢 如果你真是這麼有道德勇氣 03年 曾鈺誠說 不如開原創會議啦 上北京談啦 我做個東啦 我爭取中央 同意大家各黨各派公開談啦 有個議程啦 為什麼你不談 因為當時大家在發夢的嘛 覺得 和人談 我們區議會怎麼做區隔 我怎麼拿區議會的議席 我2004年怎麼鑽石名單啦 所以他們就計算啦 是一個最有利的談判 就是說對方陣腳大亂 希望做這個concession的時候 你不可以做 你要用政治的盤算 覺得這樣堅持下去 民主黨會多拿兩席 這個所謂泛民主法會多拿幾席 給了一年時間人頭 到了04年又有醜聞各樣東西搞你不碰 然後05年 這個鄭英雄叫我們上去 其實都爭取了六票啊 那時候你那個民主黨在哪裡啊 你那個歷史這麼大勇大志的 一定是在我們 令到人家兵臨成那樣談判的嘛 是不是呢 所以其實很簡單 他們是沒有邏輯沒有道理的 連胡平那個說法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胡平的說法嗎 他就是說這個見好就收 見壞就上 壞的情況之下 沒有人敢出來你應該上 見到形勢好你就要收和別人談判 連這個策略都沒有 被人打到 被人恐嚇 跪低 什麼策略來的 我慢慢會分析的 其實說比拉多這個問題 我一會兒講 因為現在講了太慶了 沒有辦法可以回應 好的 所以下一集我們繼續一會見 嗝 喔 對 是